我們現在要上的內容叫做功率 我們常常我們所關心的不是你做工有多大 而是做工有多快 因為做工一樣快可是不見得可以接受 坐電梯比如說101我要從一樓升到七十幾樓 那如果你說我要花一分鐘 好吧 勉強接受一分鐘或者三十秒 OK 可是如果你要花二十分鐘上去了就瘋掉 可是問題是你把同樣一個人從一樓搬到七十幾樓 你剩下位能是一樣的 你做的工是一樣的 可是問題是你太慢了你就動不了 好 抽水機要抽水 把這麼多的水通通抽出來丟出去 抽起來 抽上來 你做的工是一樣的 那問題是如果你花一分鐘就抽乾 OK 很好 可是如果你花兩小時呢 那如果是下雨天你會怎麼慢抽 結果你越抽水越多你水一直不流進來 所以這個也是不行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在很多的時候 我們care的我們關心的不是你到底做工到底有多少 而是你到底做工到底可以有多快 你多快可以做到這些工 這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那麼花多少的時間做多少的工 這是要所謂的功率 功率 做工的快慢叫做功率 單位時間之內所做的工 工是寫著p等於t分之w p又叫做功率 w要做工 p要時間 有的時候那個w我們寫著1寫著能量 因為反正做工能量是一體的兩面 能量就是能量就是可以做工的能力 做工就是能量的轉變 所以是一體 所以我能夠把它寫成能量1 好 單位呢 好 做工的單位就是交兒前面講過了 實驗單位是秒鐘幾秒鐘 出來單位叫做瓦特 紀念瓦特這位大哥 所以叫做瓦特 我們未來會教一個下學期開始要教一個電功率 單位也是瓦特 單位也是瓦特 所以要注意他的單位 工是很簡單 p等於t分之w 然後考試就考你去算功率 通常時間不是問題 大部分的題目時間不是問題 有問題是要注意他要用的是秒鐘 給你分鐘 分鐘要換成秒鐘 有問題的是那個做工 人家不告訴你做工 要回到前面所學的 你怎麼算做工 我們教過兩個方法 記得嗎 第2是根據結果 結果叫做能量的改變變化 Delta1 第2是根據做工的方法 過程叫做什麼 力量乘位移 F乘X 重點 力量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就是做工 OK 這叫做做工 就是做工 OK 好我們習慣就是瓦特 然後有的會用千瓦 你要多一千瓦叫做千瓦 那還有一個單位叫做馬力 馬力 好馬力 然後有一個1馬力等於0.76千瓦 這個很少人問這件事情 很少人考這件事問這件事 所以你不管他也沒關係 就算考試真的考這個應該會給 我告訴你說我是幾馬力 要請你換算一下而已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你了解一下瓦特OK就好 好剛剛講過了 我們的公司就是P的一個TW 要請你算 好通常時間不是問題 但是要注意時間單位是誰 秒鐘 秒鐘很好 有問題的事情是做工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教過兩個方法算做工 請問你 我們教過哪兩個方法算做工 人家考試問你 重點是算做工 我們教過兩個方法算做工 哪兩個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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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過小一個 用他的過程算做工等於力量成位移 我按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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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個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然後呢 重點是力量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方法 結果是能量的改變 能量的變化 動能改變或者是未能改變 那就回去想怎麼算動能怎麼算未能 就是我們做工方式 就要你了解一下 基本上 我們計算公寓的方式 公式背起來 曉得要如何做工 那我們就會算 OK